你知道洪都拉斯吗 这个国家虽然鲜为人知 但这里有一座文明世界的桥梁 而它之所以出名 不是因为它够大 够高 够坚固 而是因为这座桥发生过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 这座桥叫做乔鲁特卡桥 在它建好的当年 桥下的河流就改了道 大桥只能孤零零的 矗立在被泥沙覆盖的原河道上 仿佛被河道抛弃了一样 其实中国也有这样让人想不透的基建怪谈 比如山没了隧道还在 为什么会发生这么离谱的事呢 嗨 可谱了 闪电哥今天带来 河跑了桥还在 山没了隧道还在 究竟是怎么回事 1935年至1937年间 美国陆军工程兵团计划修建一条 穿过整个美洲的公路 泛美公路 这条路几乎连接了美洲 所有的太平洋沿岸国家 因此这条路就要穿过 位于中美洲的宏都拉斯 根据规划 泛美公路来到宏都拉斯最南部时 要横跨乔鲁特卡市的乔鲁特卡河 因此就要修建一座乔鲁特卡大桥 大桥全长300米 这座桥被称为宏都拉斯最伟大的建筑物之一 它也是少数存在的金门大桥的复制品之一 但被乔鲁特卡河抛弃的并不是这座桥 而是53年后建成的新乔鲁特卡桥 1990年代 乔鲁特卡市重新规划了一条新的绕行道路和第二座桥梁 新的桥梁叫做旭日桥 但人们还是习惯将它称为乔鲁特卡桥 由于宏都拉斯的基建水平不够高 项目规划完成后 该市就向世界各大建筑公司招标 最终选定了由日本的安藤兵尖公司来建造 安藤兵尖公司是日本十大建筑公司之一 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海外分公司 吉隆坡有名的双子塔就是这个公司建造的 安藤兵尖公司花了两年时间就将这座桥建好了 新桥长484米是日本公司在美洲建造的最大桥梁 但是在这座桥建好的同一年就迎来了飓风的考验 1998年大西洋飓风机的第九场飓风 第三场大型飓风米奇登陆中美洲 飓风和台风的区别在于 飓风是在中东太平洋和北大西洋上生成的活动热带气旋 而台风是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及活动的热带气旋 它们产生在不同的海域 便被不同国家地区冠以不同的称谓 但其实它们都属于热带气旋 飓风米奇是此前200多年来最致命的大西洋飓风 在其路径上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 而受灾最严重的就是宏都拉斯 据非官方报告 这次飓风给宏都拉斯带来了1900毫米的降雨量 造成的巨型洪水几乎淹没了整个宏都拉斯 摧毁了大约8万5千座房屋 导致这个国家20%的人都无家可归 这场飓风共造成中美洲1万1000多人死亡 其中宏都拉斯占了一半以上 大约7000人 它直接让宏都拉斯的经济发展倒退了50年左右 除了房屋和农作物 这场风暴还毁坏了这个国家70%的交通基础设施 公路和桥梁是重灾区 桥卢特卡桥就是其中之一 美国建造的旧桥卢特卡桥被损坏了一部分 已在2005年修缮 日本造的新桥卢特卡桥虽然很坚固 没有受到太大的损伤 但是桥梁两端的道路完全被冲走 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桥下的桥卢特卡河被飓风造成的洪水影响后 为自己开辟了一条新渠道 也就是说原本通过桥下的河道没了 现在的河道出现在了桥的旁边 这座桥成了摆设 横跨在新形成的地面上 虽然这座桥在2003年 就重新连接到了高速公路上重新使用 但是桥孤零零立在那里的照片 却被保存了下来 成为了经典案例 这个故事也被很多企业用来教导员工 应该随时随地都善于适应变化 除了宏都拉斯的桥卢特卡桥 我国民间也流传着类似的图片 比如泥石流把山冲走了 但是隧道还在 还被称为基建狂魔的良心工程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中国基建水平高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事实 但这件事的事实却不是一些人认为的那样 在我们的固有印象中 公路上之所以要修建隧道是因为前面有山阻挡 要把山体钻开 修建隧道以便将两边的道路打通 但这只是修建隧道的其中一种方式 从建筑学的角度来说 隧道分为山岭隧道 地铁隧道和海底隧道 在修建公路隧道时 一般就是修建山岭隧道 山岭隧道常规的修建方式和大家想的差不多 先设计好钻洞的位置 立好洞门拱架 然后用混凝土将拱架浇灌起来 形成一个拱形的加固图体 开挖时就能够保证不垮它 然后根据岩石的结构分几部分来开挖 挖到里面以后 将预先做好的钢拱架 安放到指定的位置 然后喷射混凝土粘在钢架下 让原本的山体和钢架组成一个整体 用上述的方式将整座隧道挖通后 再用钢筋混凝土做第二层支户 然后做防水 用混凝土胶筑完成后 就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结构 隧道的主体结构完成后 隧道的路面 排水 通风 照明 安全等建设 再依次跟上 这种修建方式叫按挖法 而在山岭隧道建设中 还有一种特殊的修建方式 就是明挖法 当隧道埋身较浅 上面覆盖的岩石或土层较薄时 就无法使用按挖法 这时便要使用明挖法 明挖法则是先从地表向下开挖机坑 先完成地下的隧道主体结构 再进行土方回填 回填两米左右的土方后 再去完成地下工程施工 这样修建出来的隧道被称为明洞 明洞具有地面 地下建筑物的双重特点 作为地面建筑物用来抵御边坡和仰坡的塌方 落石 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 明洞是隧道洞深的一部分 也可以是洞口机长隧道的一部分 在现有的斜切式洞门中 一般都带有10到20米左右长的明洞工程 所以大家看到的图片只是还未施工完成的隧道明洞 并不是扇走了隧道还在 不过 有的人每次经过隧道时 总是会担心隧道会不会塌下来 其实隧道比你想象中的要坚固 隧道的维言有一定的自稳性 拖延图体质量足够好 开挖的隧道即使不做知乎也能保持稳定 从隧道的结构上来看 目前现有的和已开挖的隧道都是呈现拱形的 从土力学角度来说 隧道工程运用了土拱效应 通过调整土体内硬力使硬力重新分布 从而有效的将滑坡推力转移 而且隧道开挖后及时做好知乎 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发生被压垮的情况 总而言之基建是一个国家的命脉 咱们中国的基建水平固然是世界一流的 所以也不用使用一些捕风捉影的图片来吹嘘 视频中的两个势力也不能相提并论 另一方面 无论多么坚固的建筑物 在自然灾害面前都会变得很渺小 所以我们人类应该随时做好准备 顺应自然的变化 你还见过哪些难以理解的基建怪谈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闪电哥 关注我 下期带来更精彩的内容